这些天,A股一直跌跌不休,大家都在问,到底何处是底?对于市场恐慌情绪,我的南邦基金前同事,高义资产董事长邱国禄说过一句话,不挡路,不跟随,不挡路是因为不想被踩死,不跟随是因为乌合之众往往跑错方向,不如足弊上关。 等众人做鸟兽散后,剪携他们抛弃的粮草自重,和金银细软,看着慌不择路的样子,这一次不需要等太久的。 邱国禄是一位语言大师,演讲大师,因为工作关系,在南邦基金先,我组织的众多大型机构投资策略研讨会,他都是关键的演讲嘉宾,而有他出席并演讲的会议,每次都能坐无虚席。 大家都是冲着他来的,他的演讲只有一页PPT,就是演讲的题目那一页,而他所演演讲的内容,全都在他的脑子里。 他的演讲往往一气呵成,生动有趣,而又不乏深刻的到语数,也由于工作的关系,我有很多与他独处的时光,所以也有不少私下的交流。 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,他如果出生在美国,是完全有竞选美国总统的演讲实力的,他的演讲实力并不亚于当时的奥巴马总统。 这种时刻,他往往会笑而不达。 后来,他的投资中最简单的是一粒书出版,我也买了一本认真品读。 从邱总的身上,我得到了很多的真传。 后来,我们都离开了南方基金,他组建了高领资本,而我今年则组建了龙门资管。 我也写了本书,名字叫做《投资事项脑力活》,出版协议已经签署了,某天在中信证券大厦偶遇秋活录,我请他帮我写的推荐语。 他爽快地答应了。 上文是我今天看到有关邱总的一篇文章时,有感而发的一些感慨与回忆。 本文的主题是我关于目前股市的一些言叹,以供朋友们参考。 我主要想谈三大问题,一是市场为什么会在目前这个时点上下跌,甚至是快速下跌,二是怎么看待目前的下跌,三是我们该如何应对。 第一,市场为什么会在目前这个时点上下跌,甚至是快速下跌,我个人认为的原因如下。 一,是市场对于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担忧。 如果仅仅是贸易战,根本不至于导致市场最近半年,尤其是最近一个月的急速下跌。 种种迹象显示,中美贸易战已经发展到了美国对于中国的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几乎是全领域的围堵。 是现流的全球老大对于追赶着崛起的必然出现了全面遏制。 事实上,美国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,一直是抱以欢迎和高度容纳的态度的。 客观而言,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,中国的改革开放,也是很难这么快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。 中国的改革开放、经济发展,是完全依赖美国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、经济、金融、军事体制的大环境下推进的。 如果没有后者,我们是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的。 至少是不会这么快就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。 但是,当中国的GDP发展成为老二时,遭遇了近代史无数群辱的整体国民,有意无意的认为,自己应该取代美国,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了。 最露骨的,就是清华大学的胡安刚教授认为的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金融、军事、文化等综合国力上,已经全面超越了美国。 言外之意不就是中国应该取代美国来领导世界了吗? 中国的这种想法,在美国看来完全是东国先生和郎的故事。 美国由最初的全面支持,容内中国的态度,转变为全面遏制中国的政治态度。 再自然不过了,美国是怎么取代英国,成为全球领袖的? 事实上,奏战尔战前50年,美国已经在综合国力上全面赶超了当时的全球领袖,大英帝国。 但是,美国人并没有急着取代英国,而是在50年后的一次,二次世界大战中,在全球无法抵抗法西斯帝国的全面进攻的条件下,出兵帮助欧洲当战欧洲战场的最终胜利。 前苏联已起到了巨大作用,亚洲、非洲的主战场,靠着美国大兵的血与肉的巨大牺牲,扭转了两次,尤其是二战的局面。 试想,如果没有当时美国的参加和做出的巨大牺牲,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会是怎样的? 难道不会出现全球未得、益、与统治的严重后果吗?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美国才正式成为世界领袖的,而当时的大英帝国对此也是心悦诚服的。 中国呢,似乎忘记了历史尤其是世界近代史,更忘记了邓小平在九十年代的忠告,急中国要韬光养晦,中国永远不当头,而是急着在自身实力,还远远无法挑战美国的条件下,而挑战美国的地位。 结果如何,大家都看到了,想必,大家的肠子都会轻了吧,有满满的自信,得巨大的挫折甚至内心的恐惧,能不在A股上反应出来,并导致急跌吗? 二,是全球流动性紧缩和中国自身无风险利率,居高不下的因素的必然反应。 像必大家都知道,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,也是全球央行的央行,在美联储正式退出QE和连续加息所表的条件下,全球资金回流美国的大趋势下,包括中国在内的新新市场股市的走势,大概率是两个字。 下跌,就中国而言,当前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,而去杠杆是不可能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完成的。 也就是说,中国本身的流行性是紧缩的,中国第十年期国债,为代表的无风险利率,是处于历史新高的。 在这样的环境下,股市只能是存料市场的博弈,甚至存料资金都可能退出股市。 再加上中国正在进行的影响巨大的条结构等负面影响,股市也大概率是只有跌的份了,股市的下跌,急跌,又会与大量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贷带款,爆仓形成负循环。 股市的下跌,急跌,导致大量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贷带款,面临爆仓和实质爆仓的风险,被质押的巨量股份被迫平仓,对于股市而言更是雪上加霜。 三,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面失速,股市失去了宏观经济面低支撑。 首先来看看投资,在以前,一旦经济增长失速,国家只要启动投资来拉动,经济增速立马恢复。 历史上,投资分数甚至出现过超过40%的极端情况,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,中国出台的应对政策也是加大投资。 迅速出台自然意的投资拉动政策,如果仅仅从数据上来看,效果当然很好,但是,屡屡采取投资拉动的举措,事实上是一种短视的行为,是一种只顾眼前,不管未来是否会洪水滔天的不负责任的选择。 目前,投资拉动已经难以危机了,首先是包括政府、企业、居民和部门在内的杠杆率,已经是宇宙最高了,三个部门的负债值和与GDP之比,已经高达250%,有的说是高达380%,如果是一家具体的企业或家庭,如此高的负债率,早就破产了。 七次,投资拉动的年纪效益也在迅速递减,十年前投资一块钱可以拉动五块钱的GDP增长,到目前还拉动不了三毛钱的GDP增长。 第三,长期的投资拉动,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,挤占了消费的空间,使得消费拉动无法发力。 这一点,我们在郝文会深入谈论,七次来看看出口,经过艰苦的谈判,在美国早带头接受下,中国于正式加入WTO之后,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工厂,出口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,成为中国经济后来保持了七年高速前进的大功率发动机。 但是,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,全球经济失速,外需瞬间消失,去年以来,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,中国的出口又出现了强劲的增长。 但是,好景不长,中美贸易战很快爆发,来之不易的出口顿时停顿,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下降,出口也失速了。 最后,消费也失速了。 表面来看,投资对于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,达到了60%以上的发达国家水平了。 事实上,消费对于中国GDP增长的贡献,之所以在短期内取代投资,成为最有力的一架马车,是因为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大幅降低了,从而凸显了消费,而不是消费的绝对额或增次得到了迅速的提高。 在去年以前,我国社会消费总额的增速,还能保持在12%左右的两位数的较高水平。 但是,今年我国社会消费总额的增速,已经降低到了8%左右的个位数了。 其中的原因在于居民的收入增长率长期以来并不高。 比如,长期以来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速,是远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水平的。 中国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国富民穷的社会。 另外,房价、教育、医疗、养劳等四座大山,成为了抑制居民消费的来路虎。 目前,国家的去杠杆行为,把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杠杆通过房地产转移到了居民身上。 居民部门的负债率达到了45%的当前历史最高水平。 居民能用于消费的钱已经被房地产大为压缩。 国家期待的居民消费升级变成了消费降级。 总之,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家马车全面失速。 经济存在硬着陆的可能,GDP增速较低到15%左右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。 股市也因此失去了宏观经济的支撑。 4、投资者存在着中国爆发局部性、全局性金融危机的担忧。 严防爆发局部性、全局性金融危机,是国家目前工作的重重之重。 不过,从谨慎的角度来看,从去杠杆的艰难程度来看,金融危机的可能爆发是压在投资者头上的挥之不去的乌云。 虽然我们认为,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很小,但它难免会成为股市大跌的因素之一。 第二,如何看待目前股市的大幅急跌? 我们首先认为,股市的机会尤其是大机会,不是涨出来的,而是跌出来的。 作为已经仓位很低的个人投资者,作为刚刚成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,并刚被案成功的投资人, 股市的大跌、急跌,对我们是巨大的机会,如果不是上述暂时存在的各种负面因素的巨大影响, 股市是不可能给我们创造出历史性的巨大机会的。 我们其次,也要对上述所属负面因素阐述我们简单的理解,关于中美贸易战,美国对中国可能采取的全年遏制。 我们完全相信,具备五千年文明史中国,是有大智慧来化解的。 关于流动性的紧缩,我们认为那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动态的因素,任何事物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。 当事物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,又会在变化的外力的作用下,发生反方向的改变的。 关于经济增长的世俗,我们认为国家完全可以通过鼓励创新,创造和供给策改革,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保来解决的。 何况,在经济总量基数已经足够大的条件下,4%到5%的增速,也已经是高增长了。 因为4%到5%的增速带来的绝对额,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了。 关于最近股市的大跌,我是这么认为的。 首先,上证指数从年内1月29日则最高点3587.03点,经过5个月的时间下跌到目前,7月5日的2733.88点,下跌幅度高达23.81%, 风险的,到了极大的释放,距离历史性的到底是越来越近了,尽管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底部在哪里。 但我们知道越往下跌,距离历史性的到底是越来越近了。 第二,自今年5月23日开始,3168.96点,大盘开启了加速下跌的步伐,在短短一个月多的时间内,下跌到了今天7月5日的2733.88点。 在31个交易日里,就急速下跌了13.73%,说明大盘在意快速急跌的方式,在加速群底。 这种下盘的方式明显叫一跌为佳,如果大盘继续以此种方式闪崩,那么待大盘底部确认后,将是2015年股灾后,又一个难得的借助丢位。 或许是未来若干年都难以碰到的即将买点。 第三,目前的大盘走势和股价,已经和正在充分地反映了宏观区杠杆,中美贸易战,宏观经济下滑,流动性紧缩的多种不利因素。 尽管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大盘的底到底在哪里和在何时出现,但我们就完全能预先知道大盘的底,肯定会在不久的未来的某一天出现。 而且这一天不会太久,这一天一旦到来,将会是我们这代人所能碰到的为数不多的巨大买入机会。 我坚信这一点,因为越是市场最绝望的时刻,也越是巨大机会来临的时候,让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和理性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吧。 第四,现在的大帝和2015年股赛形成的大帝,大概率将成为未来很多年都难以被跌破的双大帝。 他们将成为我们几代人能碰到的价位罕见的介入机会,成为我们财富增值的重要和关键的起点。 站在目前这个时点上,很多人是十分痛恨股市的,因为它像一头怪兽一样,吞噬了他们的财富, 令他们痛苦不堪,而我却十分感谢股市,因为它大概率要带给了我实实在在的财富。 第三,我们该如何应对? 十年前,我刚入市,连牛市的尾巴都没摸着,当时市场连续下跌,不过我以为可以超到底。 四千点,我超过,三千点,我也超过,两千五百点,我还超,两千点,我已经没钱,也没有勇气超了。 后来,市场接着跌破了一千九百点,一千八百点,四千点到两千五百点,我亏损了百分之二十。 但是两千五百点往下,我却亏损了一半的本金。 那一年,我深刻体会到投资中的残酷,抄底,是投资中最危险的行为,在下落势中去猜测哪里是底,没有必要,也没有意义,猜对了,可能不会输钱,但是也输了时间。 如果猜错了,就是万丈深渊。 所以,在目前这个时候,如果我们手中有资金,我们千万不要去做左侧交易,也就是去抄底,因为,在我描述的导致本次股市大跌,急跌的诸多关键而重大的原因,还有零般的存在着的时候, 抄底在哪里,是上次创下的两千六百三十八点附近,还是两千五百点以下,甚至还是两千点以下,我们谁都无法预测和确识的,但是,我还要重复上文说过的话,但我们却完全能预先知道,大盘的底,肯定会在不久的未来的某一天出现。 而且这一天不会太久,在这种时刻,我们要做的唯一一件事,就是耐心等待底部真正确认的那一天,而我们的策略非常简单,那就是准备好钱,做好随时实施右侧交易的准备,包括通过认真研究,选择好优秀大为左杀的一批股票,建立一个价值被严重低估的股票时,耐心等待右侧交易机会的到来。 龙门资管诞生在此时此刻,可谓正当其时,这不但是我刻意的实现安排,我在今年春节期间,已经预测到了股市可能的大跌,而大跌是一家新公司难得的起点和机会,也是上天给我们的巨大机会。 温馨提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